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八厅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但仅仅时间之后,接受北纬十六度线以南日军投降的英军先遣队就乘运输机到达西贡。 9月21日,英国舰队运送的英军大部队在越南登陆,法国外籍军团的步兵团也搭乘着英国军舰抵达。 这时曾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法国殖民地步兵团官兵已经被释放了,英军先前队即刻把他们武装起来。 两天之后即1945年9月23日,远道而来的法国步兵团与刚刚被英军武装起来的法国殖民地步兵团在西贡会师,随即就向西贡市内的越南人民园会发起进攻,这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有二十天。 消炎还未散尽,法国殖民主义者又点燃了新一轮的战火。 不久之后,另一个法国步兵团和一个坦克团陆续抵达西贡,法军很快占领了整个越南南方。 利用日本投降的机会,我自己建立了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已经独立了,法国军队重返越南,要占领越南,恢复原来的所谓印度之大联邦这样一种殖民统治。 那么就等于说吧,殖民枷锁重新套在已经有了这个独立的觉悟,而且已经建立了独立政权的一个国家的身上。 这就彻头彻尾的成了一场殖民战争了。 这个时候法国卷土重来,那现在讲起来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也造成了法国历史性的灾难。 对越南人民当然也带了一场灾难,但是呢,经过战争之后,他必然赢得民独独立。 对法国殖民军席卷南方胡志明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同时估计在没有取得必要的国际认可时,法国殖民军一时不会贸然北上。 因此,胡志明这时更担心的是来自于身后的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北方中国军队的威胁。 根据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卡尔瑟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 在中国大陆除东北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中国投降。 于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通过中越边境浩浩荡荡进入越南北方。 这支大军由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和云南地方部队组成,共18万人。 由国民党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领,他的任务似乎不仅仅是接受北纬16度县以北的日军投降。 如果进入北方的中国军队,与进入南方的法军联起手来, 越南民主共和国势必将父辈受敌,后果不堪收下。 在这紧急时刻,胡志明好着蒋介石的脉向后退了决定性的一步。